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和国外的译者的沟通也花费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 在这本画册里面 我将成龙的绘画分为三个脉络 河流系列主要是与成龙的成长 相仇和生活经验相关的作品 迷途的羔羊则以他个人的信念和信仰有关 而我心中的男时之心则以提升向上升华的精神力量为主 河流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艺术家 他永远在技法和内容上追求突破 他试图在自己的每一幅画上面跟自己做比较 所以他很不容易 也真的比较辛苦 在画册的设计上 海艺术都希望做到比较有现代感 而且能够把艺术家的作品做到一个最完美的呈现 并且我们讲求读者读起来的舒适感 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上 一项也都是要花费比较多的心力 海艺术的每一本画册 从写作 设计 绳石章一直到印刷 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动脑筋 每一本画册 我们都很尽心尽力地把它做好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新书 《我心中的男时之心》 也希望大家欣赏陈龙的绘画 也希望你会喜欢密查手写的文字 以及含艺术团队的神迹 你的表现 父母人的语言 这是我们尽一种成功的 对这这和牛油将会将你来一生